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瞬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餘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歡迎大家回來自然療法院裡 今集又是我阿Sam 和大家做節目主持 當然有我們的節目嘉賓 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Hello 你好Sam 好了 雖然袁醫生之前都講過 有關醫療問題 但其實我想再問一次 現在因為一般香港人都以為科技先進了 那些人又長壽了 他們以為是關於西醫的功勞 但其實我們真正的問題就是 現在的人越來越多病 而且越漸趨越年輕化 到底我想問一下 袁醫生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香港現有的醫療問題到底在哪裡呢 即是我們都聽到了 我們的節目做了半年左右 在半年期間 我們的聽眾很快增過成年老 數以過百萬計 很明顯這方面的資訊 是一般人覺得很有需要 以及我們一般的主流傳媒 很肯定是聽不到這些訊息的 好了 有一般人經常會想想 即是剛才你所說 現在的人根本是一個文明的社會裏面 我們生活在很多方面都改善了很多 因為我們的科技 然後帶來我們很多方面的生活方便 但很偏偏在我們的健康方面 似乎那些人越來越多病 那怎樣可以看到呢 就看我們的醫療開支方面 香港醫療開支經常都說不夠錢 不夠錢 過去十幾二十年來 都經常想不同的方法籌錢 最近又搞到要鼓勵一些人 自己用一些私人保險公司 不要全部靠香港政府的那些醫療服務 因為是很明顯的 即是幾個報告 包括蕭教授 在幾年前在香港做過報告 都預測香港未來的五年十年裏面 醫療的費用會增加到現時的開支是不足夠的 美國也是 美國現在一般人的最大的開支 可以這麼說是房屋 這是香港問題來的 除了房屋 第二大開支其實是醫療的費用來的 我跟大家都分享過 我有個中學的同學 兩夫妻她自己是做男護士 醫療護士行業的收益都不錯 而且她太太也是做電腦工作 有一次大家吃飯來香港 大家聊起來 問她現在工作情況如何 是否退休 因為我都是中學同學 一般都已經退休了 她說我不可以退休的 她說在美國 我說為什麼 什麼意思呢 她說因為你一退休 你的醫療保險金是很大筆 我說多少呢 我記得我們以前在美國讀大學的時候 是說二三十元的 治療保險金 現在怎樣呢 她說一個家庭 一般來說 差不多一千五百美金一個月 那就是說如果你不工作 公司不幫你付這筆 你每個月就要額外付一千多元 只是醫療保險 那就是說很多人供樓 都是差不多 我猜不到現在醫療問題 在美國是這麼嚴重的 令到那些人 因為醫療保險的費用 導致她不可以沒有那份工作 所以體徒這個問題是很普及化的 有些人經常會問 情況為什麼會發展到今時今日 搞成這樣呢 我們不是有很多科研 很多以前的病 我們不斷有很多醫學的研究 發展新的藥物 雖然很多抗菌的病菌越來越多 成德華病的變種 最近的星雄二 星雄二沉證了很多年 以前是很常見的一種傳染病 都成幾十年已經很少出現了 很有趣的地方 有些人經常都以為 這些傳染病消失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疫苗注射 但偏偏星雄二是從來沒有疫苗注射的 它都是因時慢慢消失了 所以很多病的消失 其實不是因為疫苗注射的原因 其實很多病是有它的周期性的 你看到現在星雄二沉證 香港又好像重新再槍結起來 他們的解釋就是 現在很多變種 病毒變種 永遠是用這種很簡單 很方便他們的方法 當你處理不到的時候 就說 賴病變種 永遠沒有辦法證實 病菌一向都不斷變 病毒一向都不斷變 從來都是這樣的 什麼叫變種 不變種才出奇 所以問題是 結果在哪裡 因素 為什麼那麼多人 找不到的方法 可以幫助自己 我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 其實醫療癌症的方法 起碼有350種 根本全部是有效的方法 在現在很多醫療書籍 健康書籍裡面 如果你懂得找 可以找到這些資料 很多種有效的方法 但今時今日 你看到 如果大家身邊有朋友 有親人 遇到這些所謂癌症的問題 很多時候 死亡率是很高的 我跟大家說 你根本是不需要死的 我們根本由頭到尾 這些方法 已經存在了很多很多人 我過去幾次都介紹了一本書 那本書叫做 Politics in Healing 這本書 我有一位台灣的教授 將它翻譯了 將來很可能 索性 將它在網上 做一個ebook的形式 大家很快可以 在網上下載 可以買得到這個資料 這本書就講及過去 這本書的作者是Danele Hailey Danele Hailey Danele Hailey是什麼人 他是美國州的參議員 是Congressman New York State 他在200年出了這本書 他搜集了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陳述 至少有十種很有效的醫療方法 包括對癌症 可以這樣說 有效率差不多是超過90% 有些是非常簡單的 不會治療頭髮 然後又乾沽了 很傷殘的副作用 可以說 完全沒有副作用之下 徹底把很多癌症都治好 這些方法一向都存在了 有不同的科學家 在過去歷史上 近代歷史上 已經發掘了很多這些方法 但為何今時今日 癌症出現之後 一般人只懂得用 比西醫用那套 所謂化療 電療 還有開刀 其實這個主要是政治的問題 不是被人洗腦 第一個洗腦 第二是把這些有效的方法 全部打壓下來 我很希望大家 因為始終我們節目的時間 一個星期一個小時 如果要講 講幾年都講不完 每天都可以講 每天都講都講不完 所以有時候我只能夠 介紹大家自己去跟進 快點跟進 那本書叫做Politics in Healing 基本上斷了板 我上次去滿地河 在一個書店 看到還有一本 我自己手上有一本 翻譯那位教授已經送給我的 已經熔熔爛爛 另外我就馬上買了一本 然後我發現 原來你們可以去網上買這本書 那個網子就是Politics in Healing www.politicsinhealing.com 他整個網子就是賣一本電子書 那這本書你上網 好像16.5美金就能賣到 我希望大家早點去看 將來我們有機會 我們都會介紹 書裡面十種方法 有什麼方法 但是我知道大家 我都時時收到一些電郵 都講述他們家裡的人 有很多是很美期的癌症 很急切要處理 其實很多人一遇到癌症 當初發現的時候 都已經是很美期 第三期還是第四期 可能是最後那個 或者已經蔓延了 他們等不到 等到我們再講 都來不及了 所以大家自己去看 尤其我們很多海外的聽眾 我們現在的聽眾 差不多已經滿播全世界 很多中東國家 已經都有我們的聽眾 所以我覺得自己做些事情 很多事情 我們在電台上 盡量去跟大家播散這些信息 希望大家可以有多些工具 可以做一些事情 保障自己的健康 但是這本書 是很快可以買到的 為什麼我還要大家去上這本書看 因為它十種工具裡面 起碼有五種 還未被它完全打壓到消滅了 還有五種 其實有些是很厲害的 你看到之後 你的碳為經 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很簡單 有些事情一劑的處理 或者一針 什麼嚴重的癌症都搞定 所以已經沒有了 很多一半已經沒有了 但是有些還在 希望大家有機會 看多這本書 因為這本書有很多 這方面的資料 現在今時今日 上網什麼東西都找到 如果遇到有些家人 親戚 有說有了這種問題 其中有一個在德州 有一位波蘭的醫生 他有一種 叫Anti-Neoplaston 一種在尿裏提煉出來的物質 一種蛋白質的物質 醫癌症是非常之厲害的 最近這位醫生的網站 已經將他的工具 做了一些片段 DVD 我也上網看到過 近代歷史上被打壓的醫生 是最嚴厲的 出盡辦法 由藥物管理局去抗衡 醫管局 即是美國醫管局 甚至乎是美國的所謂運輸的部門 都會不斷打壓他 但他是一個戰鬥者 我就看他的資料 今時今日 他能夠醫治病人 就是腦癌 而經過化尿電療都不行 人家醫不不行的 才讓他去醫治 總之他不會這樣 給一個簡簡單單 未被人傷殘過的病人 全部是要被人家醫治 即是用化尿電療 醫治病人 都不行了 即是死症種 才讓他去醫治 他的療效 就有25% 即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都能夠救到25% 當然西醫是零的 在零裡面 他有25%的成績 相信 如果你還沒被這些化尿電療傷殘 他的療效一定是高於25% 我記得在很多年前 被邀請在一個衛視電台 我忘記了一個普通話的電台 就跟台灣的醫生 即是大家用那個Teleconferencing 來辯論 我很記得 他們很有趣 他們很憑激這位醫生 就說他這個醫生 費用很貴 賺人很多錢 我心想 香港醫癌症的西醫 誰不是大把盆滿撥滿呢 難道這個行業賺錢 就是一個大罪嗎 西醫也是最賺錢的行業 每個人都是最大惡極 如果根據台灣西醫 這樣評擊他 其實他是用了很多錢 很先進的設施 要製造他的藥 所以他的經營成本很高 因為沒有藥廠肯貼他 他幾次跟藥廠交易 那本書有說的 幾次是差點被藥廠收購 很多幫他合作的西醫 結果都是被藥廠收買了 是做監製 想拿他的科技 這是一個很黑暗很髒的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其實有十個例子 所以大家 我希望遇到這些問題 這本書是E-book最好的 你即時可以用信用卡 就立即下載了這本書 立即看 如果你遇到身邊的朋友 遇到這類的需要 都是介紹給他 因為十種醫療裡面 起碼有五種 是還存在的 其中一種就是Gaston Nation 我上次都講過 我上個月去Cherbrooke 去Cherbrooke 在Montreau 大概一小時二十分鐘的 一個小潭 我也在他們那裏 接受了兩天的工作 學習他們用一個 Live Microscopy 如何去看活血 因為由活血的改變 你可以知道 這個人是否有嚴重的病 即是在身體醞釀 而且他有一種方法 叫做714x 大家在網上 就是這樣查714x 应该看到有关的资料 这些工具其实网上都可以购买得到 因为虽然医疗药物的打击是很广泛性的 当然有些国家是不能进入的 譬如澳洲这些国家其实很恶毒的 澳洲人想在外面购买一些自己自用的工具 都不能进入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看很多表面文明 其实背后不是以为我们想象中那么自由 香港其实都是越来越局限医疗选择自由 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香港人这么多病 很简单 如果你看到一个地方 医疗费用不断膨胀 人们就越来越付不起医疗费用 你可以知道那些国家一定是没有医疗选择的 因为既然我所说 有些这么简单的医疗方法 包括左坑北域这位德国的教授 他所提倡是用阿麻纸油混合屋芝士 这么简单 有90%医癌成功率 你想想工具很多 有些是很便宜很便宜的 但为什么这方面大部分人都接收不到呢 当然有原因 因为香港有很多恶法 这些恶法就是北洋医疗公共条例 这类恶法导致人们没有办法知道那些问题 北洋医疗公共条例 我和大家也讨论过好几次了 就是说你对任何医疗服务和产品 不能够声称他能够对95%的健康问题 有任何有效的治疗作用 这个就是一个一个法例 导致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直接接收到这些讯息 他只能够很间接 当然他不能够禁这些书 但如果你现在的诊所 或者你那个公司有些产品 是可以直接可以帮助得到的话 你是不能做任何形式的所谓广告 所以这个条例是一个很严重的 可以导致为什么人们经常接收不到这个资料 但如果这个不良医疗广告条例 一般人的直觉上 觉得这个条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不良医疗广告条例 当然是说一些误导性 或者是没有根据的医疗方法 一般人的心目中都以为 这些条例一定是说一些不良的广告 但是如果你有时间想去网站看这些 不良医疗广告条例所说的 就不是说你不能够做一些误导性的 或者没有科学根据的宣传广告 就算你是完全有科学根据 其实你都不可以说的 很明显 就是那个条例的本意 就不希望那些人可以自己想办法去医疗自己 那条例成功的目的就是希望你有什么事 就是你千万不要自己办法 有什么事你就要找专业的医生 当然香港来说所谓承认的医生 主要都是西医方面 以太原医生 为什么我看到香港有电视台 有些西医可以在这里介绍 说他们医癌症的成功率进步了 有新药有效了 这种情况呢 第一他也有机会是已经是犯了规的 还有一种原因他们去避免 他是当一种教育性的 他可能只是一个介绍有这些工具 也都没有直接说他的诊所 或者他的医院提供这种服务 但如果基本上 如果他是某个私家医院 有些主人医生 走到一个电视台 就介绍他有这些痣癌的工具 其实都是犯了法的 不知道最终会不会有相关的机构 会和电视台警告他们 不准说及这件事 大概两三个月之前 卫生署都传了封信给我们 他就要讲解一下新的条例 就是不良医院讲的条例 你知道他有一连串的 一连串的东西 就是每种病每种病 基本上医癌症 任何的提示 都帮助癌症 都犯法的 即是说 虽然我们知道 有350种有效的医癌方法 我这个条例里面 是半准都不准说的 你都说是犯法的 好了 在那个政府 就是卫生署的 所谓的简介 是 那我就听到一件事 我之前都想得想不到的 你知道不良医院讲的条例 是希望他们有什么事 尽量快快速速 找那些 注册的西医 对抗性医疗的人 去处理 就不想 香港人 自己想办法救自己 你猜到我听到之后 我都呆了 这个就是北洋医略 广告条例 原来的原意是这样 你想不想得到 在今时今日的香港 一个所谓 自由的社会 至少我们的资讯 那么发达 我都跟大家分享 那本书 那本书 作者提出 《Freakonomics》 就是《苹果魔鬼的经济》 那本书 作者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讲及 那个资讯不对称 Information Asymmetry 今时今日 你吃虧 就因为你没有这个资讯 那你就给那些有资讯的人 就来剝削你 那其实整个医疗架构 都是这样的 那但是从来 没有人可以用到 法律这个手段 是来剝削你医疗资讯 的选择的自由 那所以你讲 香港恶法23条 哇很多人都很知道 23条的问题 但影响我们的健康 导致香港人 这么多的无谓死亡 现在在美国 已经被认为 第一大杀手的西医 竟然是有些人都猛成成 完全都察觉不到问题 没错 所以好几次 我们在那次的简介会 我提出问题 为什么香港人没有这种资讯 选择的自由 我直接质问那些政府的高官 他的答案就是 我们今天不是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的目的是 如何去执行这个法律 这是一个恶法 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去质疑这个恶法 好特意 那里有成座座 起码有五六十八十个人 全部不同公司的 没有人出声 没有人响应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人 基本上是一个乖乖的羔羊 任人宰割 大部分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 都觉得是一种生意 从来没有想过 所以我们要争取 是我们每个人的基本的健康 争取健康的自由 从来没有人出声 没有人回应 乖乖的 有什么办法 可以减少被被控诉的机会 简直是可悲可怜 为什么香港会搞成这样 为什么世界 有些人说世界每天都应该的 人类救不了自己 你真的看到这个情况 你觉得简直是可恥可悲 每个人一个羔羊被人宰割 所以那次的经验 真是一个大开眼界 我知道人类的东西 是不是自己救到自己 我们有超过百万 过几百万的听众 希望大家可以做些事情 只靠我们讲讲 教你如何做 虽然食物是一个药物 很有效的药物 大家可以得到这个资讯 都可以做很多事情 帮助自己 但最后最后 既然我们过去有些工具 一针就可以医癌症 为什么我们享受不到呢 不切不构 因为我们医疗的政治 大部分人完全不了解这方面的问题 除了这个法例 我和大家都探讨过 一两次起码 就是我们所谓药物毒物的条例 药物的条例有什么问题 基本上问题就是 我们的药物西药 化妨物品和菠萨物品 那个定义就是 任何入口的东西 如果能够更改你的身体的 心理系统功能 定义上就叫做药 那水也可以叫做药 没错了 水就是药 那他责不责行呢 那就任他 当然他不能够告你 你说我喝水可以解渴 可以医到一些 有些人没有水会死的 可以救命的 肯定有个 失理系统的功能 起码可以医到那些 渴死的病 死亡的病 可以死亡根源 救到你出来 但他没有办法责行 他用很多的 骯髒的手法 如果你的物质 譬如维他命 维他命是一种 全世界最天然的物质 所有食物都有 那为什么维他命 会变成西药呢 这简直不可思议 以前那帮所谓立法部 那帮老爷 老爷 为什么会把这些 这么安居的法律 都会通过 所以你看到 香港教育很大问题 香港人是不懂得想法的 不要说香港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我经常的教育 令到我们做信民 乖乖地服从权威 从来不要自己独立想想 自己保护自己的性命 是没有的 所以越知道越多 你越觉得 世界每日都是有个原因 自己搞定不到 要大清洗一下才搞定得到 好了 是不是这么悲观呢 其实我一向都不悲观 是 我一向都很积极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 听过我过去四年 有另外一个电台 叫做香港更好电台 有个节目叫做香港出路 Hong Kong Solution 我四年来过八次了 都讨论很多问题 我们讨论的目的是 如何解决 我们不要常常好像 骂骂骂骂 香港骂的人大把 是不是 有些人骂得出名 所以名嘴就会骂 是不是 有没有听过解决方法 做什么解决方法 你要奇大界 为什么会搞到今时今日 搞成这样 大部分人的心态 尤其是香港今时今日 去投诉的人很多 香港人投诉 很厉害投诉 可能整个机制 都很鼓励 有什么事情投诉 我说只有投诉 而不会解决的 有没有用呢 你什么时候投诉 什么时候投诉 结果来说 问题从来都没有人解决得到 所以有时会问 有些人有什么做得呢 作为一个很明显 最直接的方法 我们不断应该写信 去立法局 因为香港立法局的议员 那些电邮是全部公开的 时不时 那些人应该写信 有些人要求他 香港要推动医疗 医疗选择的自由 香港医疗的问题 不是说不够钱 不是说做多些保险 那方面 叫人私人保险 加多些 或者用强迫性 或者保持性 方法 其实全世界都在走这条路 都没有解决过 整个问题的根源 就是我们医疗选择 没有医疗选择 有很多有效方法被打压 所以香港人有机会 除了香港全世界 就算你在加拿大籍也好 你加拿大的华人也好 什么都好 你一定要自己做一些事 能够做的事 你要不断写信去国会 或者美国的国会 美国的参与员也好 加拿大的 provincial government也好 不断要求他们 我们要求有基本的选择健康的 基本权益 这个是我们基本的人权 香港始终 可以说立法会的议员 很明显 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们都不知道方向 希望大家尽少力 尽量有机会 写信去 都要求 我们香港是需要医疗选择自由 香港医疗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缺乏医疗选择 你知道政府 经常有些资讯文件 最近特首也这么说 我们公开的有点时间 但是大家看 他关注的问题 都是说贫富越来越厉害 说过居住的问题 越来越多人 就绝买不起房子 所以说来说这些问题 其实问题根源 很少人讨论 虽然我在香港出路 很多年前已经解释了 对不对 好了 在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应该尽量提醒一下我们的特首 香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 争取就是 我们应该有医疗选择的自由 嗯 没错 最近香港还在讨论公平竞争法 大家可能没有机会了解内情 因为很几年前 我在香港出路 我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在香港现时的 即将来的所谓建议公平竞争法里面 有些行业是豁免的 你知道哪个行业是豁免的? 不会是医疗吧? 就是了 医疗行业是豁免的 在公平竞争法里面 那你这样一下 为什么要豁免医疗? 对啊 为什么呢? 很明显 很垄断啊 医疗服务是一个垄断的医疗 是绝对是违反了 百分之一百 违反了公平竞争的 所以它要特别 这个法例 在那个立例里面 要将这个行业是豁免的 医疗服务是要豁免的 不可以被公平竞争法管轄的 现在正在咨询 我觉得起码大家要求 公平竞争法 其实是不能解决香港现时的问题 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 以至于写英伦法例的一位法官 曾经都说 这个世界上 法律越多 公正越少 最可惜 立法局那班议员 他工作以为要立法 不断地立法 不断地立法 你看美国的法例多到 杀人都可以犯罪 杀人都可以坐牢 他找哪条法律对付你 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多法例 法例越多 公正越少 你看到很明显的现象 我觉得如果公平竞争法 真的要成立 肯定我们要求 那条件就是 医疗服务一定要包括在内 其实有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做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涉毁去做一些东西 我们不需要觉得这么无奈 只靠我在电台教你 教你 我教你 很多工具都用不了 都买不到 一样一样被人剥削 好像现在欧盟的地方 所有中草药 所有印度草药 那些病毒草药 完全没有了 你买不到 全部都禁止了 所以这个问题是很明显的 但不是很多人能动出 也不是很多人 感觉上 我们身为一个所谓民主的社会 是要我们参与的 有效的民主 是参与的民主 例如 参与的民主 不是选举性 没有选举人 希望叫他做做做 做不定叫他下台 下个去做做做 接着叫他下台 没用的 全世界都在走 谁用吗 解决了任何问题吗 其实真真正正有效的民主 是参与的民主 美国立国起来 早期 民主的程序 是美国的国父里面 是参考当时的 美国的土著 他们是一个参与性 在一个村落里面 很多长老 然后大家有很多叫做 town meeting 大家走在一起 大家讨论问题 所以要这个地球好 真是很公道的 你要自己做些事 你自己完全不想参与 不想做事 你那个后果 大家自己要负责 好 那就是和大家都 不断地分享这件事 我觉得做得什么 有机会有咨询文件 公开收集咨询文件 要求香港要解决 香港医疗问题 最有效的途径 就要将医疗的垄断 要打破 要将西医垄断 打破 将医疗的选择 要公开 这是基本的人权 大家就讲这件事 就可以了 不断地督醒他们 这是基本的人权 保护我们的健康 是一个基本的人权 就好像言论自由一样 资讯自由 是一个基本的人权 但是 在公平竞争法 写信告诉你 西医是不可以豁免 医疗服务是不可以豁免 如果我们能够一步步做些事情 我们就有机会将这个疆局打破了 将来很多你们处理面对的问题 不用这么辛苦 要听我说 写什么给我 希望我给你一些答案 根本答案一向都存在了 简单快捷的容易的答案 便宜到抽筋的答案一向都有 没错 你之所以受苦 因为你们从来都不是自己做的事情 OK 多谢袁先生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有关医疗的问题 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的问题 希望大家都做些事情 救一下这个世界 好吧 我们不如一会儿再回来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欢迎回来我们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那我们就会讲回之前那几集讲开的关节炎的问题了 那么我们已经介绍了很多天然的 保护作用 有效的方法 那么其实很多听众都以为 只是对关节炎有效 其实不是的 其实对糖尿病 高血压 心脏病 或者很多文明病都有一样的作用 为什么呢 就因为这些方法是帮你 增强自己身体的治愈能力 所以大同小异的了 所以不只是对关节炎有帮助的 对很多文明病都有帮助的 好了 那这节回来呢 我就想问一下 袁医生 那关节炎食物 你说了很多要吃的东西 有什么不可以吃的 有什么禁忌的食物 因为我们中国人 在中央那边 就常常有这些叫做戒口 是吧 很流行这一套的 那我们过去都常常不断的重复 我们的医疗工具 其实主要是减低发炎的 而很多文明病 包括心脏病 血管问题 中风 高血压 糖尿病 癌症 其实背后 都是一个长期的炎症 所以我们所说的方法 全部是帮你的身体 如何减低发炎的步伐 可以说是对所有文明病 其实都有直接帮助 所以大家听众 不要以为 这个又不是有关节问题 或者不适合我 其实不是的 医疗的东西是整体性的 所以每一种医疗方法 是整体去医 不是针对某种病去医 对很多身体 或者其他一般的文明 常见的问题 都是一样有效的 我们过去提及很多不同的工具 在食物方面 当然很明显 我经常强调 文明人的病 是病虫口入 我以前听到病虫口入 就想说一些 骚髒 細菌 寄生虫 今时今日的病虫口入 其实不是说 細菌 那些所谓的寄生虫 那些寄生虫 其实那些寄生虫 没有所谓的 其实身体里面很多菌 其实我们说 大部分的病 都是用口做出来 我们大部分 在饮食方面 是自己和自己 慢慢挖自己的坟墓 所以不折不扣 是我们的饮食习惯 是寄生虫道致我们很多的文明人病的根源 好了 有些什么食物 我们要特别要小心 尽量去避免吃的 是 相信大家都很流行 早上就去吃那些早餐 粟米性的早餐 吃一些 托士 muffin 或者豆腐 高饼这类的东西 蛋撻 pop tarts 椰撻 这些全部都是很常 很常用 很受欢迎的 这些跟谷泥有关的早餐食物 但是吃这些东西 通常都会令到你的关节 有发生发炎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减 这些所谓精练的电水 炭水化合物 包括我所说的早餐 粟米谷泥 是 麵包 muffin donut 蛋糕 这些全部都是高度引致发炎 令到关节会更加痛 大家都很强调 问题就是 这些食物 会令到我们的血糖 葡萄糖 和胰島素 会突然之间飙升 这个飙升 会导致我们的身体 是一种炎症增加的 这种所谓精练的炭水化合物 会令到我们的身体 释放一种叫做Cytokine Cytokine 是一种蛋白质 是调理我们身体的炎症的反应 任何的发炎都会令到我们的关节炎更加差 所以我们要避免一些食物 是会促进这种Cytokine 这种蛋白质发炎的蛋白质是高度的 好了 知道了 大部分精练的食物 都是有很多精练的植物油 譬如我们说黄豆油 粟米油 棉子油 戒指油 或者叫Canola菜油 这些这样的油 其实都是有很多发炎 促进炎症的奥米加3的脂肪酸 所以这方面也是一个 在我们的糕饼制造 面包这些 其实都是这样的精练的淀粉质 加上这些植物油 是主要的制造成分 我们过去都说 我们的饮食的习惯 我们在油的进食量 是过去 亚米加3 亚米加6 是数百年前的 过去的比例 应该是1对1 或者2对1 即6对3 是2对1 或者1对1 今时今日 就是 典型的饮食 亚米加6 亚米加3 亚米加3 比例是20对1 所以我们看到问题很严重 因为亚米加6的油 是一种速发炎症 亚米加3的油 抗衡炎症 所以比例一定要适当 那现在可以这样说 在1900年开始 我们的食物 商场里面直接买回来的 这种食物全部都是有很严重的问题 还有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说这种谷类的鱼鱼是有问题的呢 因为它都是由小物做出来的 而很多关节炎的人 包括骨骤性关节炎 或者是内风湿性关节炎 其实很多人对这些小物的食物是有敏感的 有我们叫做敏感的反应 会增进我们的发炎 促进发炎 还有令到我们的痛楚增加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这种问题呢 很简单 你试试割除所有小物的食物 包括骨骤性关节炎、面类、高饼类 这些全是小物的食物 你试试割除它28天 割除它一个月 看看你的关节本身有没有改善 如果你发现你做了这样之后 你的关节就平复了很多 亦都可以证明你是对小物可能敏感的 香港不吃小物吃什么呢 始终在香港人很多所谓的粉类 米粉 米粉是用米做的 不是用小物做的 所以你去外面吃东西 你不要叫棉 你用米粉的方便 亦都可以减轻了你接触小物的机会 如果你做一个月不吃这些东西 关节改善了很多 然后你再试一下再吃 那一吃之后又立即疼 你知道你对小物是敏感的 所以昨天所说的那类的食物 小物是一个很常见的食物 好 那尽量呢 就是你要减低这些不良的食物 那我们吃惯早餐 吃惯西饼、面包 其实有什么比早餐好呢 好的早餐就是完整的谷类 譬如物片 香港很多茶餐厅早餐都有物片 这种食物 这个是挺普遍性的 我见到有很多茶餐厅 不知为什么连这些食物都减少了 但我今天我们在家外面吃饭 有些是茶餐厅 我都见到它都有些物片 就是屋苗 屋苗苗 即是燕物 对了燕物 最好就是买一些是有机的 就要煮的那些 不要即葱 有些是即葱那些 那些是可以这样精炼过的食物 没那么好的 那吃一些瘦肉 干净的蛋白质 譬如鸡蛋 还有那些走地鸡的鸡蛋 乳酪 就算你其他那些 那个乳类的食物 都好的 加上那些果仁 种子 和黄豆类的食物 譬如豆腐 香港这方面都 几常有的食物 那这类的食物 就应该成为你的食物的主要来源 就尽量是减少这些 高饼类的面包 我说这些主要是白面粉做出来 还有是用很多这些 就是不好的油 植物油做出来的 那么 简单来说 一个一个简单的 我叫做 rule of thumb 一个一个简单的指引 尽量吃一些食物 是接近它天然的状态 OK 比如吃muffin muffin是精炼的面粉做出来 是 用很多植物油 以及用很多糖 糖 白糖 还有很多甜的保充 就是添加剂的 而麦片 差不多可以说 是自然界的一种 非常之完整的 治疗的食物 我知道在外国 我记得有个朋友 他爹地 就在美国住 亦都是非常富裕的家庭 有次就去美国药尼尔的梅尔诊所 Meyer Clinic 全世界的手屈一指 一个很出名的西医的 治疗的中心 到之后 那边的医生 就查出了 有点痘弩醇 有点血压有 轻微高一点 那年纪大 有点不奇怪 那竟然他们的治疗方法 這是美國梅爾診所的西醫全都很權威 他們竟然叫他吃多些物片 不要叫他吃西藥 叫他吃多些物片 他爸爸很疼心 乖乖地吃很多物片 把他的所謂高血壓的問題 所謂膽固醇膏 我跟大家分享過 膽固醇本身不是一個問題 吃這些高纖維的燕物 把他的症狀完全控制 我經常跟大家說 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醫食同源 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西方醫療希波格拉底所說的 都很強調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中醫大家都聽過 醫食同源 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其實很多一般的自然食物補充劑 其實他本來都是天然食物補充劑 就算我們所見的西藥 都是企圖的植物補充劑 不過他將它改過 精面過 成為化學藥物 最好最有效的醫療工具 是天然食物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 既然我跟大家分享過 佐康北域 德國的大學教授 提倡用阿麻醬油混合麻屋芝士 很簡單 四湯加阿麻醬油 將大概200克 香港經常都買得到的 一盒細細的合裝 那個麻屋芝士 英文叫Corded Cheese 你將它攪拌機攪拌下去 一天就吃這個混合 四湯匙阿麻醬油 加200克麻屋芝士 就這樣吃 很多癌症都可以控制得很好 所以你不要小看 很多人會說 哇有沒有搞錯 這麼厲害的病 用這麼簡單的方法 往往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你懂得一個竅門 你將身體是怎樣扭轉回來 其實就可以了 好了 還有些什麼呢 比如你吃一些燕蜜 烏蜜 自己煮 然後加些新鮮的芝士 藍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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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的 這些東西加進去 加一些Ground的Flexig 因為纖維比較高的阿麻醬 阿麻醬 將它打磨之後 加進早餐那裡 是可以幫助你的關節平和 和不會痛的 好了 那麼 再講 十大食物 不好吃的食物 好嗎 始終是介口介口 什麼呢 十大壞的食物 全部都是精煉的碳水化合物 第一就是麵包 尤其是不是完整的 就是白麵包類 沒有Refined的麵包 這是第一 第二 所有的汽水 還有有加糖的飲品 加上很多這些所謂 運動員用的抗物鹽的飲品 其實它的糖分都很高 還有我們很多時候看到的 所謂的果汁 其實不是真的新鮮果汁 很多時候都是用化學的味道 產味的飲品 就不是真的產汁 大家購買這些食物的時候 記得看真點 它不是說Juice 就算是100%的Juice 其實只不過它可能佔飲品裡面的 一個小的Percentage 其實真真正正的 大部分都是水和糖加起來的 大家要小心 這些糖分非常之高的飲品 香港其實很多的 高餅 Cookies 這些這樣的 還有Donuts 都是不好的 第三 任何的高糖分 上次都跟他提過 有些是果糖的高糖漿 例如粟米糖膠 果糖這方面 Corn syrup 這些都是一個非常不好的食物 Jams Jalos 這些就是啫喱 香港很多十元仔 都喜歡五眼六色 看起來很好看的 這些全部都是顏色 糖分的食物 果汁都是很多糖分很高的 所有的早餐 Box Cereal Breakfast Cereal 吸引了十元仔 很多的公仔 做到五眼五眼 即是不同的形狀 不同的色 有些ABC Alphabet 其實本身都是這些 所謂Breakfast Cereal 其實都是要割的 好了 白飯和白麵粉 做的Pasta 那些麵條 都盡量割了它 如果吃飯當然要吃 香港有糙米 有紅米 第八就是Fruit Juice Drinks Fruit Juice Drinks 記住 Fruit Juice Drinks 它叫做Drinks 不是叫做Fruit Juice 其實是Drinks orange Drinks 或者Pear Drinks 其實它不是說全部是果汁 只不過是有果汁味的飲品 還有很多是甜品 Frozen Frozen的甜品 最後就是Chips and Crackers 薯片 粟米片 還有餅乾 那些薄薄脆 那些薄脆的那些 其實主要都是 就是Refined Carbohydrate 那些精煉的澱粉質 加上植物油 這些全部都是要割的 好了 那除了你關節那方面 我們都了解到 這些營養濃度高的營養食品 它有很多營養和纖維 亦都是相應的 卡路里是少的 那吃這些食物 可以這樣說 是會幫你減肥作用的 那肥和關節的問題 在美國有一個叫做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一個普查 發現 痴肥的女人 她的膝蓋骨質性關節炎 是四倍於體重輕的女性 很明顯 在女性方面是四倍的 而男性方面差不多是五倍以上 你身體的體重 每一磅的體重 是令到你的關節的壓力 是會增加四倍的 那就是說 如果你能夠減體重一磅的時候 你的寬關節和膝頭關節的壓力 是減了四磅的 即是很集中 因為那個範圍少 所以減肥其實是一個很有效 是幫助我們減低我們的痛楚 而且也會減低我們的身體裡面 所謂對炎症有關的化學物質 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我們也知道 尤其是肚腩大 即是如果脂肪聚積在肚腩 身體那個關節的危機 心臟危機是特別高的 因為這種肚腩附近的脂肪 那些肥細胞 脂肪細胞 會產生一種荷爾蒙 促進這些炎症 有一種物質叫做C-reactive protein CRP 很多現在的醫生都認識 在血液檢查 在C檢檢查 都開始看看有沒有這種 C-reactive protein 這種蛋白質 因為這種蛋白質 代表我們身體 發炎的狀態 是比較高的 還有當然 吃多些水果 不要再吃早餐的粟米 這個在我們介口方面是很重要的 好 明白了 那你說了這麼多 關於不能吃的食物 那有什麼好的食物可以吃呢 很多時候 我們始終人要先吃 一個人都喜歡吃東西 要介口介口介口 大部分人做到這樣就不行了 會議我們給一些 有什麼好的代替品 香港的地方有個好處 香港的食物是很多元化的 不是很局限於 香港本地出產的食物 香港本地出產的食物 當然是遠遠不夠我們香港人的需要 雖然香港現在很多有機農夫 有機農場 是慢慢地出現的 那相信 它能夠供應的 不會多過香港百分之一的 有些是懂得欣賞的人 就懂得去用 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我講這件事 不是口吵吵吵的 因為很多人經常都有一種錯過 以為自然醫療所講的 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現在很多 所謂主流醫療 經常踩自然醫療 踩中醫 踩很多其他方法 經常那一套東西 就說你沒有科學根據 當然這不是一個事實 因為如果大家有機會 想在資料庫懂得找 起碼有9000項科學的研究 證實食物是最有效的 這些研究發現 譬如有很多食物裡面的天然成分 差不多它的作用 好像鎮定劑一樣 或者可以輕射劑一樣 例如BetaBlocker這些有效的成分 或者可以令到我們的血去薄血 抗抑鬱 減低我們的膽固醇 處理癌症 令到我們的血管擴張 調理我們的胰島素 令到化痰 有抗生素的作用 消化方面 其實這類的工具是很多很多的 在現時醫學上 起碼有9000項科學研究 已經證實 是food pharmacy food is your best medicine 好了 有些什麼最好的食物呢 當然大家都經常說 早餐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有關節炎的人 在早餐方面 是特別要吃得好些 有些什麼早餐 香港人可以吃 香港是很幸運 什麼食物都有 什麼蔬菜都有 當然一般人說的水果 都是蘋果香蕉鏟 米等等 其實最近科研研究 最有效的水果 是Berry 車梨子 跟大家聊過 我最近有個朋友 有個親戚 打電話來 他說 我的老公突然出現痛風症 年輕的 四十多歲 痛風也很厲害 怎麼辦 不要緊 買車梨子 吃 大量吃車梨子 大量喝車梨子 濕 健康點 很多健康點 我們都有的 所以蘋果香蕉 是蘋果香蕉 蘋果香蕉 蘋果香蕉 黑蘋果香蕉 所有的蘋果香蕉 抗氧化成分是很高的 很簡單 吃些乳酪 乳酪 乳酪 很容易買得到 是 混合乳酪 乳酪 混合不同的蘋果香蕉 蘋果香蕉 蘋果香蕉 再加些阿麻子粉 這個可以說是最有效的早餐 抗氧化的早餐 因為這種挑戰 和菠蘋果香蕉 不單是甜甜的水果 原來它也有很多天然的舒緩痛症的物質 和治療關節的物質 其中它們有一種叫做 我和大家也說過 Anphocyanin 可以說是花青素 Anphocyanin 抗氧化劑也叫做flavonoid 這種化劑有很特殊抗氧的功效 所以這方面的食物多食多些 我記得在前一陣子 在一個電視台節目 好像BBC 他就是用這些士多啤梨啤梨 給年紀大的人吃 發現吃這些啤梨的老人家 可以連他的記憶方面 腦的能力都可以改善 所以說千萬不要再被人口吵 這些方法不太行 沒有什麼科學根據 其實真真正正真正有效的方法 就是我們上帝 如果大家有宗教信仰 天然界已經給予我們的工具 這些食物工具也是最好的藥物 有些人說吃多少才夠呢 簡單來說 如果你要舒緩關節的痛症 每次吃半杯 Berry Cherries 可以令到血液裡的保護關節抗氧化劑會加強 有些車禮子下發現 最近有個研究 車禮子和阿時畢靈比較 車禮子指痛對關節的問題 它的有效成分是十倍以用阿時畢靈的 這是米茲根大學 米茲根沙洛大學 它說一天每天 它說二十粒的Tart Cherry 黑的啫喱子 它有二十五個毫克 Mg 是Amphosinin的花青素 這個可以足以阻擋Coxyl Enzyme 這是消炎的 令到我們發炎的這種酵素可以阻擋它 而這種方法 就等於你吃了西藥 所謂非類固食醇的西藥 是一樣的發揮作用 當然兩者之間最大的分別 大家都說過很多次 吃車禮子是不會有任何的副作用的 吃這些NZ的西藥 大家都說過 Cerebrate 已經導致有幾十萬人 因此心臟病發 已經有官司接種了 也有些Virus 已經禁止了 是否出現不久 發現副作用是非常嚴重的 接著就慢慢禁止售賣 這兩種 又紅又藍的啤梨 這兩種食物 在顏色上 你可以看到這些顏色 是代表花青素 Inphosyanin的成分 是很高很高的 花青素 Inphosyanin 亦都幫助我們的身體 製造一些膠原 骨膠原 叫Collagen 令到當然我們的關節裏面 需要很多不同的骨膠原 研究方面 其中是Beyler Beyler這個大學 非常出名的美國大學 他研究一個科研 研究車禮子 收拾抽水物 對關節研究方面的有什麼幫助呢 他發現在參與研究的人裏面 吃這些車禮子的 農抽取的車禮子汁 他們六個裏面 有五個在關節的舒緩 大大減弱了 很肯定車禮子汁會不會有什麼副作用 完全是沒有的 其中在短短三個月裏面 其中六個參與研究的人 有一個人全部沒有痛 三個月裏面 百分之一百 百消失了 但當他停止車禮子的時候 他痛就會回來 所以他現在是不斷 喝車禮子汁 最好是用百分之一百 沒有加糖分的車禮子汁 有機會吃到車禮子 見到新鮮的車禮子 他都吃 我覺得沒有問題 始終身體是靠食物 靠營養 就算你要長期服用 有誰在吃西藥 是吃了可以不吃的 就要長期服用 吃到副作用多到 你不敢再繼續吃 換成西藥 其他問題都是一樣的 所以很多時候 有些人會問我 這種東西是否要一輩子都吃 我說你一輩子都吃食物 吃些健康食物 有什麼問題呢 很多人保養身體 都是長期保養 不是吃吃就不吃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也發現 池多啤梨 可以減低 酵素 C-reactive protein C-reactive protein 是減低蛋白質的水平 C-reactive protein 是一個指標 看你身體有沒有發炎 血管有沒有發炎 血裡面有沒有很多發炎 發炎的情況 是哈佛的研究 可以減低它 那吃多少呢 大概就是每一個星期 吃16粒 或者多過16粒 一個星期 這樣可以減低CRP的水平 減低14% 不是很多 一個星期吃16粒的草莓 已經有這樣的功效了 好了 除了草莓 還有一個就是Cranberry Cranberry 大家都聽過 Cranberry 很多時候對女性的尿道炎很有效 Cranberry 曾經發現 它的效果是比抗生素更有效 Cranberry 對尿道炎的作用 令尿道炎的菌 不能附在膀胱的壁 它不需要殺 食物的東西不會幫你殺菌 我們經常都很強調 菌是無處不在的 只要地球沒有菌 這個地球兩個星期就會毀滅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經常怕要殺菌 是一個很錯誤的觀點 我們要和菌存在 只要你的身體健康好 免疫能力強 我們一定要和菌存在 好了 Cranberry 是另一種 含有很高的抗氧化物質 叫做QuerCetim QuerCetim 這種物質 亦可以阻擋COX-2 這種酵素 我給大家解釋 COX-2這種酵素 是產生炎症的 所以我們這個 Cranberry 是可以阻止了這個 當然 COX-2 enzyme 的藥 就叫做Cerebrex 一個很貴的關節原藥 最近所謂禁了 不單止禁了很多官司 其實用Cranberry 已經足夠做到這個效果 而士多啤梨這類的東西 肯定是可以減低心臟的危機 減低心臟病的復發危機 也肯定是不會有副作用的 藥莓 大家都看到 香港很多小小的藥莓 小小粒的藥莓 也是一個很好的抗氧化劑 科研方面 就是Tuff University Tuff University 是一個美國很大的 很出名的大學 他發現 要吃野生的藍莓 當然這方面可能難買些 他說 他的效果是更驚人的 原來這種野生的藍莓 含有花青素 有五種不同的花青素 都含有在這方面 啤梨、車梨子 在細胞方面 保護我們的細胞 對抗這些游離基的分子 還有這些游離基的分子 會破壞我們的DNA 核酸蛋白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在Tuff University 最新的研究 當然很多的啤梨 都是含有維他命C 很豐富 其中有一個 酷濕病的炎鑑 NUse of the Rheumatic disease 發現任何的食物 維他命C高的食物 都可以保護 鋁豐濕性的關節炎 另外一種的病 是一種濾風濕 一種是Inflammatory Polyarthritis 這種濾風濕 很多關節都受影響 任何維他命C豐富的食物 在這方面都非常有效 這個研究 是用二萬人做研究 發現如果那些人 吃維他命C小的食物 比較少 或者不吃這類的維他命C 多的食物 他們患那個 鋁豐濕關節炎 和骨折性關節炎 在三倍是300% 即是300% 三倍的人 吃維他命C多的食物 那啤梨方面 我們怎樣去買呢 當然盡量買那些 當地出產的食物 但當然如果是 不季節 即是off season 的時候 買一些Frozen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有時候說 我真的買不到 那怎樣算好呢 我們大家見到 很多的電看店 都有些乾過 乾過 Dry的Snack 這方面都可以用 有時候你說 我可不可以用乾乾果 吃乾果 其實效果一樣 好 就算吃那些 Frozen 其實都效果一樣 當然能夠吃到 新鮮的最好 有時候飲品方面 啤梨的飲品 可以用什麼呢 可以用一些 車梨子 藍莓汁 石榴汁 還有所有不同的juice 一份這些果汁 加兩份 所謂 氣水 或者是 sparkling mineral water 加氣 我很喜歡用這個方法 因為有氣水的口感 有甜甜的 有香 其實我們可以 用一些 自製的氣水 用 sparkling water 加這些果汁 還有一些簡單的工具 就是 砂糖 那種 砂糖 那種 調味品 那種香料 這種砂糖 加上 可以 再加上 那些 阿麻子粉 加上 乳酪 這些都是 非常之 非常之 好的飲品 即是說 大家在外面去找好的水果 記得 除了我們平時用的 蘋果 香蕉 橙 西瓜之外 其實是 找多些 這類的 啤梨類型的食物 多謝阿袁醫生 跟我們分享了 這麼多有關 現有的醫療問題 以及關節炎的資料 大家要記住戒口 以及吃點好的食物 今集是這麼多 下星期再見 拜拜 OK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 25773798 網址 3W.N-A-T-U-R-A-L-H-E-A-L-I-N-G.com.h-k 請願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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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